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惊爆 我是赵婷玉 马上先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武汉疫情重创观光 总统参与文表示 纾困一定要及时 鸿海自产口罩拼复工 童子贤表示 核硕要做口罩不难 但是人待评估 越南生产效益优势口不在 外资下坎坊之双雄目标价 富邦金控2020年联合真材 释出了6800名职权 好我们来关心台股 中国调降美国商品关税 激励美股创新高 不过雅股对武汉肺炎疫情 担忧再度燃起 台股今天开低震荡 全职股走跌 防疫概念股点火 盘中指数下跌了超过百点 来到了11617点 那么市场对疫情的担忧 再度燃起防疫概念转强 台股呈现弱势走势 法人表示台股受到肺炎疫情影响 短线上导面临季线反压 虽然下周一一中国预定复工 但是复工进度 人具不确定性因素 建议投资人不宜过度追价 建议保守操作 可以选择受惠疫情转单族群 或是营收较佳的 个股逢低布局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止不住 10号能否年后开工 已经成为台商内心最大恐慌 中华民国经济部长沈荣金通路 已经逐家联络大型台商询问需求 将专案协助产能转移回台湾或新南向 经济部也松口 将比照SARS疫情研疫纾困方案 中共财政部6号发声明表示 从2月14号开始 将把价值约750亿美元的 美国进口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减半 随着中国实施封城 对国寄出更严格的出入境限制 数据显示 在1月23号到2月4号期间 全球超过5万架次的中国航班被取消 陆媒报导 中国电商京东搜寻引擎百度 以及矿式科技原计划比照阿里巴巴 去年在香港二次上市 在今年首度回港IPO 但有香港金融机构消息人士透露 因为疫情发展不明朗 业者可能延后回港上市计划 金唐牙电视 战利报导 武汉肺炎疫情扩散 这位大陆科技业跟台商都投下了震撼弹 台湾电子组装跟零组件 网通还有全产等多家业者都纷纷表示 台厂已经不能再压保单一生产基地了 那么近先前美洲贸易战引爆的台资企业 撤出中国大陆之后 又将先请新一波供应链搬前朝 新型冠状病毒 企业能否复工还很难说 过年餐饮旅游消费通通大受影响 中国连锁餐厅西北餐饮 过年一个月损失七到八亿人民币 现金水位只剩下三个月 中国经济三架马车 投资消费出口 一个武汉疫情打到谷底 那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产业供应链就发生问题 所以它之后也会受到影响 而因此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看起来是不很乐观的 而当大陆经济不能保我的时候 表示它的成长率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对不对 因此它就会对全球的贡献 就是全球成长率会下降百分之八 国际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预测 中国GDP今年成长恐怕低于百分之五点六 甚至跌破百分之五 长期布局投资中国大陆的台商 早已闻到风声 不少台商因为美中贸易战 已经开始转移部分产能 转向越南列帝设厂 八年前 其实我们八年前我们就到越南 那去年开始加大投资 目前来讲我们是在南越 南越早期台商去的就很多 这一波也大家都跟着去 那这次的武汉的肺炎 我想是紧接着会改变整个 制造业的产业链 业者透露像是越南人力成本 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五十 台湾的百分之四十 预料五到十年 东南亚将是全球发展重心 电子代工厂更是平传布局新南向 人保去年越南扩厂 广达今年更宣布加码投资泰国 因越达将部分智慧产品转到马来西亚生产 那么这一次这个疫情可能会给厂商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 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要重新去布局 他到全世界各地去设厂 不要集中在某一个区块 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快速扩张 官方数据真实性起人疑斗 也成为二零二零年全球经济最大黑天鹅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姐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彭博社中国第一季大宗商品需求极动 波罗地海BDI货运指数创 二零六年以来新低 金融时报中国能源业高层估计 中国大陆二月石油需求下降百分之二十五 华尔街日报餐饮巨头百胜中国发布了营运预警 疫情重创销售跟生产第一季将亏损 日本经济新闻 武汉肺炎扩散全球欧洲央行总裁表示 增加景气不确定性 估讯类产业在台湾的年产值 近百亿新台币不仅是拿来实用 许多医学研究也证实了 估论中的成分可以运用在抗癌的疗程中 但您看到台湾一家经营多年的生计公司 选择附加价值高的孤训品种 投入培育研发 特别找来孤训类专家 牛章之支付赖敏南当顾问率领团队 那么也罕见透过媒体 公开白化容的培育 带您知己 外观有如岩石 紫石体呈碳黑色块状 这是俄罗斯的国宝白化容 也称为恰嘎 是生长在白化树上的药用真菌 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北纬四十到五十度的 寒带地区 平均在两万棵白化树中 仅有一棵会产白化容 现在台湾孤训类专家 牛章之支付赖敏南 让台湾也能培育栽种 耐敏南博士率领团队花费六年时间 以无毒有机的技术与无尘库房培养 让多年生的白化容一年半就能采收 而且全株都可使用 团队也栽培出台湾特有的云脂品种 营养价值胜过日本 我们经过探讨结果 我们栽培的云脂的多醣体 达到六十%以上 日本的只有四十六% 我研究到现在 就孤立里面含的多醣体最高就是云脂 除了云脂 俄罗斯的国宝白化容 二十一世纪开始受到各国医学研究重视 其中日本权威医学研究机构 深入白化容研究得出结论 白化容尊峻所含的SOD活性是 灵脂的五十五倍 巴西蘑菇的二十三倍 这个是在俄罗斯的 他们的生长野生的 差不多将近二十多年 这是我们自己富裕的 这就是一年半就可以办法采收了 里面我们要参加了很多 我们必备的一些相关的营养成分 所以说应该这是我们的know how 那目前它所采出来的 这个三铁类也蛮高的 多醣也蛮高的 SOD也是非常高 所以说它本身不输野生的 雇迅类产业在台湾年产值 近百亿元 种类包括食用菇和药用菇 是台湾重要的精致农业 台湾一家成立多年的生技公司 选择附加价值高的雇迅品种 投入培育研发 邀请雇迅类专家赖敏南当顾问 集团式的经营朝一条龙研发 制造的方向前进 很多台湾的一些相关的生技业者 也一直找我们搭配 马来西亚他们有跟我们下单 那他们是希望说用我们的技术 去跟他们合作 台厂精益求精 不断尝试与白化融的各种组合 像是融入咖啡 还有茶包 团队脑力激荡 开发新品 不过要将生技产业与精致农业结合 走出创新的一条路 人才需求跟着浮出台面 台湾生物科技这一块算是成熟的 很希望说在这个相关科系 尤其是像营养学这一块也很重要 当然我们是欢迎这样子的人才能够参与我们的行列 专业技术很重要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一个 一些比较年轻的相关行业 相关科系的年轻人 来从事这个培俊的这个工作 在例行的团队讨论当中 可以看到年轻人几乎占团队的一半 企业专精研发的同时 也网罗人才投入培育 从上至下 手把手的传递多年经验 让年轻人对生技产业产生兴趣 进而创业 以这种产业 你必须先花一点时间 你要实力去了解 想要做个事业没有那么困难 只要你愿意踏出去去关怀别人 慢慢你就会把你的事业做起来 台湾估训产业曾缔造辉煌时期 如今随着精致农业的推广 加上有三十多年生计发展基础 蜕变为台厂的竞争优势 将为台湾估训产业 推向定义高峰 带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2月10号台积电南京厂富士康郑州厂复工 2月11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向众议院发表证词 2月12号力望文茂跟玉山金发说会 2月14号中对美750亿美元商品关税减半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芸 我们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